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幸福吗 还记得上一次开心大笑是什么时候吗 联合国公布了一份全球幸福调查报告 告诉你世界上最幸福与最不幸的国家在哪里 五彩缤纷的零食 高糖高热量的垃圾食物 都是抹害健康的隐形杀手 为了帮大家吃的健康 新一代的饮食革命即将启动 3D列印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做公仔 盖建筑 做假牙 几乎无所不能 一起关心创新的3D列印技术 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 我们每天都会制造垃圾 丢弃垃圾 根据统计 我们台湾每人每天都能制造0.86公斤 这样子算很多吗 在先进的国家当中 我们的垃圾产量不算多 邻近的日本 每人每天就能制造0.96公斤 韩国是1.04公斤 第一名是美国 每人每天就能制造2公斤的垃圾 哇 这么多啊 光是一个纽约 每天就能制造1万1000吨的垃圾 庞大的垃圾量光是清理 就要耗费很大的人力 为什么纽约的垃圾这么多啊 美国有位专家 特别研究纽约的垃圾问题 一起去看看纽约的垃圾去哪里 清晨的纽约街头 堆满了大包小包的黑色垃圾袋 拥有850万居民的纽约 是美国最大的城市 每年平均可以制造出350万吨的垃圾 根据统计 纽约市民每天平均可以制造 1万1000吨的垃圾 为了了解这个惊人的数字 纽约大学的内格尔教授 开始了与当地环境卫生局的合作研究 为了研究纽约的垃圾问题 他卷起袖子 跟着清洁大队一起清理垃圾 甚至后来还学会开垃圾车 这些亲身经历 让他有感而发的大声疾呼 谁在清理我们留下的垃圾 就是每天辛苦工作 却不受重视的清洁人员 又臭又重的垃圾 是清洁工人面临的第一道考验 为了清洁街道 必须穿梭在车流之中 也让这份工作又增添了几分风险 而最糟糕的是 他们这么辛苦 却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为了改善这样的情形 专家经常对清洁工人喊话 给他们信心 称他们为纽约最重要的制服力量 这样做还真的很有用 多亏这些辛苦的清洁工人 因为他们不停地工作 纽约才有整洁的市容 同样的 以后如果看到有人 在清洁我们丢弃的垃圾 我们也该向他们说声谢谢 因为有了他们的付出 环境才会更美好 长江真的很伟大 有他们的努力 才有我们美丽干净的市容 没错 如果垃圾问题没处理好 我们的健康和环境 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为了打击非法垃圾厂 秘鲁的环保局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 他们雇用了十只受过训练的兔鹰 来帮忙查起飞访垃圾厂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每天丢到垃圾车的垃圾 都到哪里去了呢 这些垃圾不会凭空消失 大部分都被送到焚化厂 经过燃烧除力 再送去掩埋厂掩埋 由于首都利马 有四座垃圾掩埋厂 及数不清的非法垃圾区 当地环保局为了解决问题 特地雇用了十只受过训练的秃鹰 来当政府的查器小帮手 那 idea nace partiendo de la observación o del hallazgo que vienen a ser perfectamente unos radares unos radares vivos que nos llevan hacia los focos de la basura naturalmente ellos son autoridades en el tema de la basura quién mejor que ellos para identificar dónde está la basura llevarnos hacia ella hacer que nosotros tomemos conciencia de que si ellos como animales están cumpliendo una labor cívica que es erradicar la basura nosotros no podemos quedarnos atrás debemos tomar su ejemplo 兔鹰在密室时 自然就会区分有机物质 与不可分解的垃圾 它的习性让它 成了这项计划的最佳人选 而兔鹰调查员的身上 也都装有GPS 卫星追踪 及卫星摄影机 让三家可以利用追踪器来监视 或观察 非法清道垃圾的情形 hay un grupo de animales que tiene un aparato de GPS un rastreador GPS que emite una señal a través de satélite y eso se recibe en tiempo real en una computadora entonces esta información nos permite saber en dónde se encuentra en la ciudad cada media hora más o menos se emite una señal y nos dice en qué momento está en qué lugar de la ciudad está cada uno de los individuos entonces se han repartido 10 individuos en diferentes puntos de la ciudad más o menos abarcando esta urbe y nos va a dar información sobre a qué hora se desplaza dónde va a comer qué tan lejos puede volar en un día qué tan alto vuelo que son información que no tenemos y que es importante para su manejo la turin 原本给人负面印象的秃鹰 在进入垃圾整顿计划之后 一举成了全民英雄 人们不但对他们大大改观 也在他们的带领下 有了不乱丢垃圾的环保意识 与他们并肩作战 一起解决立马的垃圾问题 原来秃鹰比无人机好用 他们也是环保英雄 最后一起去印尼的垃圾银行看看吧 垃圾银行 难道垃圾可以存吗 没错 而且他们的口号就是 昨天的垃圾 今天的金钱 在大多数的地方 人们对垃圾都是避之为口不及 但是在印尼西爪哇省的芝马西市 对这里的人们而言 垃圾有时候却是黄金 像这名正在整理塑胶品的妇女 她就正忙着把垃圾存进垃圾银行 印尼政府成立垃圾银行 是为了解决印尼的垃圾问题 根据统计 印尼全国每天制造出20万吨的垃圾 却只有500个垃圾掩埋场 而垃圾银行的出现 就是用来处理非有机的垃圾 鼓励民众把垃圾像金钱一样 存进自己的户头 你拿越多垃圾 就等于存进越多钱 银行收取垃圾的原则也很简单 不同种类的垃圾有不同的价值 举例来说 最多可以用一台坏掉的冷气机 换到11美金 约300多块台币 最少可以用一个玻璃瓶 换得10分美金 台币大约3块钱 称好重量收取垃圾之后 银行就会给客户收据 在印尼 像这样的垃圾银行 目前还不是很普遍 芝麻稀释的垃圾银行 是在2010年成立的 一开始规模不大 随着时间过去 参与的民众增加 现在银行不仅运作顺利 也是全印尼唯一一间 会发ATM提款卡 给顾客的垃圾银行 而随着银行的业绩整整日上 芝麻稀释不但垃圾少了很多 存户也迅速增加 从2013年的258人 一路成长到2014年的433人 而大家所搜集的垃圾量 更惊人 一口气从2013年的52吨 成长三倍到160吨 因为垃圾并不是丢了它就消失了 所以我们更要从根本的方法来解决垃圾问题 而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垃圾减量 印尼的垃圾银行用赏金增进了大家的环保意识 有效减少了垃圾 也帮助了穷人 一举数得 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 这样子环境不仅干净了 穷人也能赚到钱 真是一举数得 其实要减少垃圾问题 还是要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减少浪费 把垃圾减量 才能治标又治本 我们的环境才不会被垃圾给淹没 联合国最近发布一份全球幸福调查报告 比较全球157个国家到底谁最幸福 北欧国家丹美击败去年的冠军瑞士 成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 台湾今年排名第35名 在亚洲地区只输给新加坡和泰国 报告发现 社会的光平与否是决定人民幸福感的关键 幸福是什么 在最新发布的全球幸福调查报 欧洲国家各个名列前茅 丹麦更是第三度坐上最快乐国家的宝座 以十分为满分 丹麦以7.52分夺得第一 从冠军丹麦到第13名美国 得分都超过7分 人口大国中国大陆和印度 都只排名中后断班 幸福报告倒数10名 平均分数只剩一半 最后5名国家得分都不到3.5分 报告以人均国内生产毛额 国民健康状况 遇到困难时有没有依靠 能不能得到社会支援 个人决定人生大事的自由度 政府贪污问题 以及是否愿意帮助他人 6项指标 排出全球共157个国家的幸福名次 评论方式是根据盖洛普世界民调 连续三年在各国调查1000人 请他们用0到10分 评估自己的生活品质 这次打败瑞士 重回第一名的丹麦 2012年以来 已经三次坐上最幸福国家宝座 为什么丹麦这么幸福呢 我们在丹麦在丹麦的心理 幸福国家的共同特征 除了经济表现之外 文化同质性 社会福利以及治安问题 也很重要 所以一个报告就是一个信息 不仅仅是坏国家 甚至有些不贵的方法 也要关注健康 关注政府的诚实性 不需要非常好本eta 像冰岛虽然经历2007年的破产 民众依然觉得幸福美满 专家认为足够的社会支持力量 是重要关键 至于倒数五名 中东的叙利亚 阿富汗都榜上有名 贫穷 社会不公 疾病肆虐 战乱频频都是原因 虽然幸福调查报告中 名列前茅的都是富裕的欧洲国家 但报告强调 财富不是成就幸福的唯一因素 社会的福祉和稳定性 才是真正关键 为何让大家吃得健康 2016年起台湾有许多新制度上路咯 啊 我知道 儿童比较好像有规定 不能播放垃圾食品的广告耶 说对了一半 正确地说是规定晚上五点到九点 儿童频道不能播放垃圾食品的广告 还有高糖高乐量和儿童餐 不能赠送玩具促销 啊 这样子儿童餐以后不就没有玩具了吗 那促销路应该会有影响吧 不会啊 只要它够健康 够营养就不会受到影响啊 其实不只是台湾 像英国近年来也因为儿童肥胖问题伤透脑筋 美国也很努力要减少对人工色素的依赖 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国家 难怪大家这么重视对吃的问题 没错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为了健康他们做了哪些改变 香喷喷的甜甜圈 又甜又清凉的汽水饮料 大举入侵生活的垃圾食品 让英国的儿童越来越胖 三分之一的小学毕业生有肥胖的问题 为了抢救孩子的健康 英国国会健康委员会 这样的想法固然好 只是真的可行吗 有专家不这么认为 跟咖啡方面 有很多选择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全的咖啡的品牌 差不多是最接近的 健康的品牌 甚至是零的品牌 所以有很多选择 有很多质量的质量 我认为那些从医学业业 就会惊讶 墨西哥对喊糖饮料 承收10%的税 销量马上下滑 可是一样的情况在美国 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为了健康 人们也想吃得更天然 对于色彩缤纷的加工食品 开始拿放大镜来检验 一点点色素就能让透明的开水变葡萄汁 这就是色彩的魔力 色彩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我告诉你 这是植物的冰糖 你会看我 说我会疯狂的 去年二月 美国雀巢公司宣布 旗下出产的巧克力糖果 将逐步停用人工色素与香料 紧接着 在每家地区 有1900间分店的潘纳拉连锁面包店也公告 将逐步停用人工甜味剂 人工色素 人工香料和防腐剂 提供更天然的餐饮 自然的色彩 在整体的色彩 没有发生健康的问题 有些人会发生症状态 但也没有发生性能力 由于健康饮食的风潮势不可当 一些拥有萃取蔬果色素技术的公司 也变得炙手可热 有很多产品发生的工作 过去年五十年 进入市场的青色和青色 还有赤色和黄色和青色 会更加敏感 更加均匀 在螺旋枣里 提炼出蓝色 从甜菜根中萃取出红色 这些天然的色素 不但健康 也满足了我们的视觉感受 我们必须要理解 这些食物和食物 我们能够提供各种各种服务 其实理想的健康食物 是越天然越好 越少加工越好 英文一句谚语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我们吃下什么东西 就会拥有什么样的身体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虐待自己 要吃得健康又营养才行 3D练蝇发展日新月异 不但加速产品更新的速度 也打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俄罗斯有一家咖啡厅 大力推动3D练蝇技术 让小朋友自己DIY玩具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关心 3D练蝇的新发展 练蝇头来来挥挥挤出材料 一会儿功夫层层堆叠成了人偶 就像一张红红刀 然后画一张红刀 然后再画一张红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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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人偶到装电池的玩具车 3D练蝇都能搞定 这就是一张红刀 只要一张小小的工作台 就可以把自家变成了玩具工厂 从1980年代发展以来 3D练蝇科技 不再专属于设计师和工程师 逐渐走进大众的生活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这间咖啡厅 让小朋友们可以自己动手玩3D练蝇 大家对于近在眼前的新科技 都感到兴致勃勃 在老师的指导下 小朋友拿起扫描器 环绕着坐在椅子上的女同学走了一圈 扫描完成后 依照电脑荧幕上的模型 3D印表机练一头来回移动 半身塑像逐步成新 我们 откры了3D咖啡厅 改裝成3D練印實驗室 擺放了四台3D印表機 不管是大朋友還是小朋友 都可以自己DIY動手做 只要按下按鍵 夢想就可以成真 走進花都巴黎的3D照相館 身體環繞一圈 54個數位單眼鏡頭 同步從不同的角度捕捉影像 3D練印打造出清晰細緻 充滿個人風格的形象 運用3D練印技術 使用的媒介不再是傳統的紙張 而是石膏粉末 經過壓縮成型 去除模型上多餘的粉末 使用透明漆打亮後再上蠟 独一無二的個人公仔就完成了 隨著3D練印運用的普及 專家預估到2025年 3D練印科技渴望達到一年 5500億美元的經濟規模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節目 小主播看天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查詢 李宗盛